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顾家的人 很能够带给他疗愈 带给他充天的感觉 跟你之间很有化学效应哦 无法无视你的存在 他相信你就是他的正缘 生命中注定安排的一个缘分 他无论怎么样 逼着自己不要去想你 他就是很不自觉的又去想起你哦 给选到第一主这个人 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呢? 首先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要赞美你 他认为你是一个顾家传统的人哦 是适合过一辈子的人 然后每当他就是好累的时候 有你在身边听你说说话 他就觉得得到了充电哦 你很能够带给他平静的感觉 令他忘记烦恼 跟你之间有莫名的连结感哦 化学效应很强的 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在他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独角兽的存在哦 令他莫名的 想要亲近你 靠近你 想把你忘记 但他又不自觉的又去想起你哦 他觉得一切都那么的命中注定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主 他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你很能够带给他安慰哦 当他就是觉得好迷惘的时候 你就是那一位照亮他黑暗世界的人 很欣赏你的毅力 你的意志力 遇到困难 也不会那么轻言说放弃的 他知道有时候他的脾气不好 但你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离开他 他很感动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不爱去宣扬自己的 比较谦虚的一个人 你懂的事情很多 但是你就是不说出来 不想影响你们感情的和谐感哦 你自主常乐 是一个很好满足的人 很好相处的人 你的脾气真的很棒 很少见到你情绪失控的样子哦 相处起来很和谐 你都是保持那个以和为贵的心态 去跟他来往的 而且你刻苦耐劳哦 在艰难的日子里也是能够找到乐趣 他知道你是一个可以供患难的人哦 是可以托付终身的 他现在整颗心都交给你 他信任你 你是可信可靠的人 你很少会记仇哦 你都很少去翻旧账的 都是往前看的 行动力也很强 给选道第一主他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呢 以陶罗派卡来看 他认为你是一个能够带给他安慰 把他的烦恼痛苦带走的人哦 在他最糟糕的日子 你就是那天空上最闪耀的星星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他觉得你好乐观哦 就是在艰难的日子里都会找到乐趣的 去带给他笑容 而且你的意志力很强哦 就算偏体鳞伤也不会轻言说放弃 他好欣赏你哦 他自己可能做不到哦 若不是你的话 他也是早就放弃了 但因为支持你的鼓励 导致他可以走到今天哦 所以他的成就一半都是因为你 他呢 现在觉得你是一个可信可靠可以托付终身的一个人哦 因为最艰难的日子 他见到了你的不离不弃 他现在想把整个信交给你 他放心的把整个信交给你哦 他知道呢 你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 也不会因为你懂了一些事情而乱讲话的 你是一个比较懂得守秘秘的人 相处起来很和谐和睦哦 你也是一个自主常乐的人 很少给他添不必要的麻烦哦 很少听见你数旧账的 他真的很欣赏 他觉得你们可以走得长远哦 你的行动力好强 他实在太喜欢你了 对你的热情呢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哦 看字卡怎么刷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跟你在一起 他很不自在 他怕你会发现他的弱点 很多时候他妆好像不在乎你 对你没兴趣 但其实他已经被你迷倒了 他很深爱着你哦 请你别忘了你们之间所发生的每个点点滴滴 你是那么的难以抗拒哦 他逼自己不要爱你 他是做不到的 他有经常说起你 因为他的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 他想回到你的身边 给他一点时间哦 他需要点勇气 他好想你哦 想念你那帅帅美美的样子 还没有遇见你之前呢 他的世界是一片黑暗的 遇见你才找到光明哦 你就是他天空上最闪耀的星星 给选到第一组组织卡来看 他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会很不自在哦 因为他很在乎你对他的看法 他怕你发现他不够好 所以他就是逼自己装成无所谓 好像装成对你完全没兴趣的 这都是他伪装出来的哦 其实你已经被他 你已经迷倒了他 他非常深爱着你哦 他希望你都会记得 你们过去的每个点点滴滴 请你别忘了他 忘了你们的感情哦 他想逼自己忘记你 不要去爱你 他是做不到的 你是那么的难以抗拒哦 他经常会说起你 他嘴巴经常挂着你的名字 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家人都会说起你哦 他需要一点勇气 所以请你给他一点时间哦 他会回到你的身边的 因为他想你想的不得了哦 很想你 很想念你那个美美帅帅的脸蛋哦 在还没遇见你之前呢 他的世界是一片黑暗的 自从有你了之后 他才见到光明你 就是他天空上最闪耀的星星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看中文字卡 那来自对方的星星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星星还有什么 有时候觉得好累 只想自己静静待着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哦 若他突然想要一点私人的 独处空间呢 请你别胡思乱想 没有我 你会更幸福吗 在你眼里他算什么呢 他想把幸福带给你哦 虽然你不是最甜的一个 却是最合适的一个 所以不要拿他的前任比较了 别再吃醋了 他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 看这个神玉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一组 因为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给选到第一组 要找到平衡哦 每件事情都有两面的 所以尽量换个角度看每一件事情哦 再看 拿出你最阴柔 最 善解人意的一面哦 当你表现的温柔 事情可以更好的解决哦 通常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 你是自由的哦 你的情感是自由的 所以 让自己自由的去表达 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哦 最后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一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往前看哦 海阔天空在前方哦 就是过去所受过的伤 受过的委屈 如果可以算了就算了吧 一直在纠缠呢 就是 嗯 就 一直就是会 在那个 循环里哦 所以 嗯 渊渊相抱和食了嘛 对吗 所以过去的事情 就算了 往前看 对你可能会更好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丰盛福祝的什么都不缺 还有就是过一个充满爱的人生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照片的主题是 他心目中的你 抽成一牌卡一起来看 目前他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看目前他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的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认为你很能够带给他疗愈 你好温柔 善解人意 你是一个沟通能力好强的人哦 很多时候 他听你的话 听了你的话 心里舒服了好多 你很少会数旧 掌握过去的事情 你不会一直在提起 都会往前看 跟你之间有莫名的连结感哦 好像见到了四三好久了 很要好的朋友 你添加很多的色彩在他的生命中 给选到第二组 你在他心目中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首先你足迹牌卡来看 他认为你善解人意 你是最懂他的人哦 很多时候他受了伤 你就是那一位带给他疗愈的人 你好理性 你在沟通方面呢 很能够开导他 开解他 帮助他从委屈 痛苦走出来 你是一个好释怀 很大度的人哦 很少会提起过去的事情哦 都会帮助他往前看 跟你有一个莫名的连结感哦 就好像是三好久了的很要好的朋友 你的能量呢 很能够带给他色彩哦 帮助他从黑暗无趣的生命 走出来见到更乐观开朗 美丽的一个世界 看塔罗怎么说给选到第二主 他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给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你很会说叫吗 这个人他觉得 你说的话都很很有道理 很能够开解他开导套 帮助他从过去痛苦中释怀走出来 疗愈他那受了伤的心 你真的是一个好理智的人 很聪明 很成熟哦 帮助他解压 忘记烦恼 跟你在一起 快乐来的特别容易 烦恼都忘记了 你不是亲眼会说放弃的人 他很欣赏你 非常有大致的那一面 而且你做了的决定 不容易更改哦 是可以依靠可以相信的人 你不是善变的人 你好有领导才华 他喜欢跟着你的脚步哦 在最艰难的日子 你也会保持战斗力 不会像他那么容易就被打败的 你就是那么的有毅力哦 他好欣赏你这一点 你的爱冒险尝试新事物 你添加好多的乐趣给他 可以选到第二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你在他心目中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他认为你说的话都很有道理哦 你是一个好成熟很理智很会用脑的人 帮助他就是从他过去的伤痛走出来哦 开导他帮助他释怀的 疗愈他那破碎的心哦 你是一个很会带给他疗愈的人 忘记烦恼哦 心头大死都可以暂时放一边的 他很欣赏你那个胸怀大致的一面哦 不会因为一点的挫折而说放弃的 而他可能做不到哦 他很容易被打败吧 就他觉得你是一个像蟑螂那样子的 毅力那个精神呢 是很值得学习的 在最灿难的日子呢 你会保持一副很战斗力的样子哦 还有你的领导才华是非常出众的 他很相信你哦 你的能力 喜欢跟着你的脚步哦 你做的决定都是最好的决定 然后呢他也很欣赏你热爱冒险 尝试新事物的精神哦 你也带动着他 人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哦 把彩虹带到他的生命 看字卡怎么说 给圆导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是永恒不变的 他经常会重复的去看你们之间的对谈 看了之后自己又傻笑起来 你就是他的梦中情人哦 你真的是一个宝 他好珍惜的一个宝 好想要跟你说说话的 但是他又怕他害羞 很多时候他想主动找你说话 但是他脸红的害羞 他喜欢就是你多一点的跟他分享哦 当你主动的跟他分享你的事情 哪怕是琐碎的 不关他的事情 他觉得是很开心的 很想对你表达他的情感哦 很怕你不知道他对你有意思 至于你是否已经身边有人了 他完全不想知道 他就是爱你 他不管你的身份 他不管你现在的处境 他不管你是单身还是不单身 他不管他就是爱你 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你是否也喜欢他呢 请跟着你的心走吧 给选到第二主 一字卡来看他说 亲爱的他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是不变的 他经常会重复的看了一遍又一遍 你们之间的对谈 然后自己傻笑起来哦 他想他已经遇到了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你是他的闷钟情人哦 他把你当成宝哦 很想跟你更多的能够交流沟通 很多话想要告诉你很想跟你说说话 但是他又害羞他害怕 若你能够主动的去跟他分享你的事情 哪怕只是小小的 无关紧要的小事 他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代表着你就是信任他 他就是喜欢跟你有更多的交流 很想要向你表达情谊 很怕你不知道他对你有意思哦 至于你是否是单身的这个不重要 他也不想面对他也不想知道 他只知道他现在是爱着你的 他只想要知道 你对他是否也一样有感觉呢 请你跟着你的心走哦 看这个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对你的爱意认在 但我无能为力了 他还是爱着你的 有一种失望是算了吧 有一种放弃是随便你 情绪化咯 再看 或许你真的没那么喜欢我 只是想找个人陪你聊天 而刚好我出现了 他觉得他自己是不是你的工具人呢 你爱他吗 他还是爱着你的 但他累了 他想知道你对他是否还有感觉呢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可以选到第二主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保持正面乐观的去相信哦 你做的美梦会实现的 若你自己都不相信 他怎么会实现呢 所以 集中能量 去做你的许愿哦 导致正面相信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爱哦 拿出你的爱心 去散发正能量 你就会收获正能量哦 你对他人好 他人也会对你好 再看 雨过会天晴哦 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的 会引来美好的 再坚持一下 看塔罗怎么说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可以选到第二主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圣飞巴的最上牌卡到来哦 也是刚才自查说的 跟着你的心哦 跟着你的心走 做你真正心理想做的事情哦 人生短暂 不要再那么的自欺欺人了 就跟着你的心做你认为是对的事情哦 只要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是自由的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选择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云呢 祝你的愿望梦想能够顺利达成哦 祝你好运 一切顺利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主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他心目中的你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目前这个人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可以选到第三主 看目前他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的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认为你好有自信哦 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 你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 是坐不住的大忙人 非常单纯可爱 善良 从来不做作物戴着面具的 非常真诚的一个人 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 就是怎么说呢 是永保出心的人哦 保持着真真美的那一个样子哦 给选到第三主 他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呢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认为你是一个好自信的人 然后呢,非常正能量哦 在任何情况底下呢 都不容易受到影响 都是保持一个善良 简单单纯的心 你的心动力好强哦 你大忙人哦 是坐不住的人 非常的能够 激发他的上进心的 有你在呢 他觉得特别有动力的去做 其他的任何的事情哦 你从来不做作的 不戴着面具的 有一颗纯真的心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主 他心目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给选到第三主一起来看 当他觉得好沮丧的时候呢 你就是那一位在他的身边 做他的拉拉队 帮助他提起精神 你行动力好强哦 你从来都不会 去啊 就当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会第一时间 会想出现在他的身边 支持他鼓励他 你一直以来都是很要好的一个 伴侣 很要好的一个朋友 你说的话都很很有逻辑哦 他眼中的你是近乎完美的 在任何的情况 你都能够保持的很好哦 就是他觉得你见过大事面哦 再看 但有时候你说话会比较直接 没有照顾到他人的感受 你好心感哦 他觉得你好迷人 很有魅力 是一个非常真诚 而且单纯善良简单的一个人哦 他觉得你没有心机 跟你在一起好像开派对那般的令他感到放松 他觉得你想事情会比较 有时候会 痛苦都是自己面对哦 在他的面前就很开心的 但是独处的眼泪都留给自己哦 给选到第三处于塔洛派卡来看 他心目中了你 他觉得当他很沮丧不开心的时候呢 你从来都不会辞意的去出现在他的面前 鼓励他开导他 你是他的拉拉队哦 你是一直以来都是扮演着很要好的朋友 或很非常棒的一个伴侣哦 跟你之间很有默契的 你们的三观好合 你说的话都很有逻辑很有道理 你不是一个野蛮不讲理的人哦 你在各个方面都近乎完美的 他把你看成是一个 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不错的人哦 你是一个见过大市面的人 很少问题可以难倒你哦 但有时候你说话呢 就比较直接的没有照顾到他人的感受 但他知道你不是有兴趣说了什么 伤害他人的话 他是能够包容你这一点的 你是再好迷人哦 你是一个非常心感的人 令他呢就算要生你的气也不能生太久的 明明你说了伤害他的话他想离开你 但是他又离不开你哦 他实在太爱你了 你有一个单纯善良的心 然后也没有心机哦 完全不做作的 跟你在一起就好像开派对那样子哦 但他为你感到心疼的 因为你把快乐带给身边的人 痛苦留给自己哦 当你独处的时候 他可能都看过你默默的流泪吧 看刺卡怎么说给选道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刺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就是从来没有失败带给他笑容哦 你就是轻而易举的 就令他开心快乐起来 对你的情感太强了 用言语都不知怎么表达 真的好对不起 若有什么伤害到你的地方 希望得到你的原谅哦 让他来接近你 让他来爱你吧 可以吗 好想要把美食带给你哦 去逗你欢心 带给你快乐 你是一个好自信的人哦 只要有你在身边呢 他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妥善的完成 再看 你就是他理想的完美的人哦 有时候他需要一些独处的空间哦 请你别那么粘人了 你们的相处方式需要再调整一下 就更完美了 给选到第三处一字卡来看他说 你是他的开心国 你从来都没有失败把笑容带到他的脸上 他对你的情感好强哦 用言语都无法充分表达 若他有什么做到令你不满的地方 他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他想借这个机会对你说声对不起 但请你别抗拒他 请你别推开他 他想要来爱你 他想把他满满的爱 满满的浪漫带给你哦 想把美食去带给你 同你欢心 你是一个好自信的人哦 有你在身边 他更有自信的看待他的未来 他认为没有事情会克服不了的 在他的眼中你是那么的完美 你就是他理想的那个对的人哦 有时候他真的需要一些独处时间哦 并不是有什么问题的 就请你给他一点空间就可以了 只要你懂得难约那个空间 健康的一个空间呢 你们的感情会更好发展哦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那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比悲伤更悲伤的是空欢喜 希望没有失望 很多事解释也解释不清 若他就是沉默了不愿意解释 不代表他就是默认什么哦 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或者是他觉得越懂的人不需要解释哦 不懂的人你怎么解释都浪费口水哦 我上线了你下线 我下线了你又上线 我上线你又下线 我懂了 他觉得你在避开他 你们在玩游戏吗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灵魂伴侣是可遇不可求的哦 难得遇见了就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善待彼此哦 对对方好等于对自己好 还有就是啊 爱情是非常神圣的 重视每一个给过的承诺哦 给过的承诺 确保要兑现哦 不要乱许家承诺 太过的就是优柔寡断 太过的没有主见 也是 嗯 也是不太好哦 所以 不要太暖哦 也要硬一点 怎么说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温柔是好 但是太过度也是不好 什么太过度都不好哦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宝剑石哦 过去的就过去了 让它告一段落 嗯 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哦 你们之间过去 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 就别一直在提了 别一直在翻旧账了 我们往前看哦 前方还有很多值得期盼的 美好的事情 花开花落 嗯 很正常的事情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就是 得到满满的祝福 被满满的爱 正能量围绕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分享